我觉得九筒这个英雄确实比较灵活 但是这个版本 看选的人还是不是那么多 看一下要不要有时候考虑吧 如果选到黄子的话 就会缺AP伤害 盐阙是亮给放PLUS的吗 应该是蜘蛛或盐阙只用一个 要补一下AP 对 那选蜘蛛也正好印证了 我们刚才就是补一个AP伤害 而且蜘蛛打千据也还不错 我一直也这么认为 是的 那看一下ADC的选择 我觉得应该先亮打野 打野给千捷 不好意思 考虑一下是要把这个阿卡丽 放在上路还是中路了 是的 长一掌 要放中路 那阿卡丽是走中 那阿卡丽走中 相当于把线拳给放了呀 是的 就前期基本上主动拳 都会在LG1这边 但我觉得还好 因为阿卡丽我倒觉得这个英雄 在第三集的时候 就有一定战斗能力了 毕竟他线上耐线能力是比较强的 他可以利用Q技能 是回小型的血量 对 并且打出龙之环的话 他的移速也还是比较高 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 就是阿卡丽虽然说 就对线上面也不怕被抓 也有自己的逃生的一个技能 但是其实推线上面的强度上面 还是没有传统型AP要那么高 如果再选一个LG1 这边再选一个 就AOE比较有能力强的话 那LG1前进节奏很强 我选Karma 是吧 就跟我前面说的一样 就是选一个疯狂推线的 然后利用蜘蛛加上鳄鱼 这个远古时期最强combo之一 这个是我曾经就听过一个教练说的话 这个组合在前期是无解的 你没有办法解它 你只有去想办法尽可能地去操作它 但是我这个静的老玩家 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继思马脑子之后 终于又有人去用静这个英雄了 静这个英雄 他确实打女枪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的大招的射程 是可以完美地规避掉 这个近距离的一个战场 之前也有加强嘛 他的Q技能的一个伤害 包括W的禁锢时间都是有一定加强的 如果说LGE这边 前期的优势很大的话 阿卡莲没有发力点 他是没有办法 一套就把女枪给带走的 是 所以说还是要看双方的一个抉择 就是我也很期待这局LGE到底是怎么选 到底帮哪个路 怎么路线都很关键 而且他开局的路线 基本上就决定了 他之后一直会在的路线了 因为贯彻一个帮优不帮列 他帮了肯定就有了 那我倒觉得双方的打野会选择下半眼区开 然后刷往上 那这边蜘蛛的话果然率先是 刚才也是太忘我了 是吧 是的 我们俩都犯了同样的问题 好的 那其实蜘蛛作为一个就是 前期比较强力的打野 他选择蓝buff开往上刷的话 那鳄鱼在前期应该是考虑 到底要控线打还是直接强推了 打越他了 是的 这场是征服者的阿卡莉 然后迅捷的进 其他的即时服务情况没有太多的一个变更 但是我们看西明师选择了一个鞋子出门 还是需要依靠前期的一个走位 迁捷也是准备是围绕上半区去打 但是船长加上迁捷能不能打过也是一个问号 这场劲会不会就出现那个三披风的劲 也有可能 三披风的劲 就是暴击特别高 然后再堆自己的一个鲜蓝刀之类的 非常的有可能 这边的话也是 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微博的活动 回到比赛当中的话 下路女枪加上锤石一直选择压线 但是这样压线也很容易让自己 陷入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步 因为如果千诀往回刷的话 那Gank下路还是有机会的 对 其实双方下路的属性都是比较像的 然后拼一个暴击嘛 然后双方的辅助开传性都是比较强 蜘蛛倒是一股脑地往上刷 因为千诀刷这个路线大概率是往回来打的 但前期来讲的话 静还是会被小压一点 毕竟自己只有四发子弹 特线能力上面的话 还是没有女枪那么强劲 因为女枪一对拼太厉害了 对 被看到了 那这个时候蜘蛛就心里有数了 对 然后的话感觉没有太多机会 因为阿伦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 视野做得很好 而且这个时候也不能够消耗到这个鱼 对 但这个时间点 如果船长选择空线的话 阿伦还是比较恶心的 而蜘蛛这个时候选择 多发育了一波 这样的话 他在野区上面的领先 是比明镜稍微要好一点 对 就前面讲到的嘛 双方会从下半眼去开 然后往上刷 来了来了 他带着蜘蛛过来了 是的 看这波演技怎么样吧 这波冰线不是特别好 而且机会不是特别多 因为千诀能够在刷狼的时候 保护到举探上 这边倒是可以等 因为冰线的话 是往鳄鱼那边推的 选择刷一波核线 把核心刷了之后 然后再做事情 也不是没有可能 装装卡尔玛前期 对于阿卡里的压制 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看英雄的对吧 就可能阿卡里打别的 要稍微好一点 但是打卡尔玛的话 还是要被推荐 就卡尔玛之前 为什么这么火吗 走一个中上的摇摆 无脑推 对 而且你拿它 还没什么办法 而且这个版本 它的前期的一个压制能力 要更强 因为它带的是一个爱黎 之前版本贪经济 会选择带一下偷 是吧 关键是它现在处于一个中路的情况 它的护盾的时间 可以维持到中路比较线短 不干渴 刀数的话也稍微压了一些 但是其实上路鳄鱼选出来 在前期没有起到一个 比较好的效果了 因为蜘蛛 想做事 但是做不了 对 很为难 那只能说能不能将边线给推进去吧 但我们看船长 是没有被压太多刀 然后他将边线去卡在自己 差不多塔前100码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 其实蜘蛛也不太好 进塔进行一个月塔 来了 千绝果然是想要给下路一些支持 把这波兵给推过去 这波就给一个视野压力 不太会爆发一个战争 迷了呀 这个时候蜘蛛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前期虽然刷野节奏还不错 但是没有机会做事情 是的 我们看船长真的是 对比起来 这边是直到了 但是W禁锢到之后 这个位置能不能连上 要蹲蜘蛛 Q技能再次给上 他让点火治疗也是抬了一口 可是卡也是赶了过来 杰简是并没有定到对方的PP guard 给上一个Q技能 是并没有摇刺到对方的血量 后续的话一技能再滑了一下 亮起一个TP之后 这边感觉逼掉闪现了很难走啊 没有机会 因为女塔太肉了 这个Q技能是怎么给到的 接了一个E技能接减 收掉了这一个人 反正还想追击一下 但是FPS伤害已经不太足了 不太足了 对 这一钩 神来之皮 确实在我们都以为 要追不到的时候 他出手的那一钩是逆天了 这一波要是不抓到 对于LGE而言 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 对 而FUN PLUS现在对线情况 因为刚才推了一大波信念过来 那旅枪会有一个相对正好的优势 回过头来 因为这一波 第一波节俭没有拉到 没有到英雄 那所以后面的一个流人 效果不太好 但是还好 陈时这一波 看走位一勾 这个时候其实女塔也很直白 他没有选择回头 就是往前面勾 陈时也没有预判 他这个开挂了 把这个勾怎么这么长 极限的位置 那可能职业选手的勾 要比我们解说选手的勾 要稍微长一点 是的 ID加成过来 扫一套 打不着钉上了 但是跟一个不灭的船长换血 还是没有特别赚 不过讲道理 船长在这一段时间缓 缓戏过来了 又回过头来 想要蹲一下 后面没有视野 这是一波 这是一波2v2看一下 船长直接给上大招 这个血量被压得比较低 牵绝也是开始 打不着技能 后续的话 阿凯莉再次进场 这个位置 B技能没有挂上的感觉 但是反正是他塔下被钉到了 那优格是直接葬送在对方那个塔下 这一波想秀 他是想杀蜘蛛 然后再出来 但是刚才细节没有处理好 但也是因为上路的鳄鱼 处理细节太好了 阿伦这一波太灵性了 反手一W钉在塔下 神都救了 他刚才E技能是没有挂上的 如果是没有挂到英雄身上的话 在进场其实比较不明智的 这一波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回放 但是这一波鳄鱼的处理 非常的细节 现在 两波主动出击 虽然一开始效果都不是很好 但是阴错阳擦 是吧 后面又拿到了好的结果 这个真的是 万万没有想到 对 我们看性命师也是比较冷静吧 回来 又是一套换血 但是这个链子非常的烦啊 你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瘦倒是挺瘦的 对 那卡马的话 前期的队线应该也出一个炉灯 然后保证一下自己推线情况 然后再往身背走 对 本来鳄鱼不是那么好对线了 但是缓了一口给了个人头回来 是的 好舒服 回家也是补了两个短剑嘛 长剑 而下路的话 其实现在 女枪还是有一些限权 上路对拼起来应该是杀不掉的 这个过头来消耗一套 刚才 船长应该是想回头点一枪 拉出了距离 然后下路对线的情况 其实女枪和锤是一直占有一些限权 那这样的话不知道这一条龙的归属情况如何 有一部反推的线 不知道女枪能不能够清掉 蓝量还是什么的 嗯 他现在有包风大剑在手的话 看Apple跟PP告的这边只能是退而防守 回过头来看到下路的视野 LG这的还不错对吧 那现在其实中上都有优势的情况之下 8分钟的时间点 甲骨先锋已经刷新了 上路感觉小鸡还是能够持续地进行发育 这个是对于LG而言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 所以说他们只能加快节奏 想办法利用龙去逼迫 Punplus去 以前的要加入战斗 对 不能一直发育 嗯 也是非常的细节 是将龙拉出来挡 对 千绝选了现在还没有发力的时间啊 因为千绝这个英雄前期如果做不到很多事情的话 就后面其实更多的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是真的难受 这个辫子 哦 回过头来还想消耗一套 嗯 但是卡尔玛是有护盾的 因为前面讲到就是中路线比较短嘛 卡尔玛的护盾可以维持到他回到塔下 我感觉每一个选手 Punplus的小将都是很喜欢操作的 嗯 拿到卡尔玛的节奏 在他给上感觉有点危险啊 反正一个Q技能拉开自己的位置 千绝还有一个大招 不是特别怕 但是闪现是先交了 因为他的Q技能的CD还是有一段时间 虽然拿到了那个霞骨 但是这波闪现交了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一个伏笔 闪现换霞骨也还好吧 因为毕竟蜘蛛的伏笔也还算好 过来又是打了一套 不过看到现在鳄鱼对线 也没有说那么舒服了 对吧 毕竟是个不灭的船长 不过有个比较灵性的点啊 我是看到很少有船长 一双的 他是补了一个小的仙女狐狐 嗯 这样加强他自己的一个对线消耗的能力 因为他可能觉得船长就是差 差那么一点的蓝量的恢复 对 所以说大家在平时打游戏的时候 也可以学细节 因为以前是流行下路的AD 在一个陷阱服务 比如说像西威尔这样的英雄 那看到前期的节奏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平缓的 嗯 但是对于 方法整体而言是 较利好的一个 好像有点打脸 我们赛前一概强 双方的战斗属性非常强的 这个其实也是随机性的嘛 你不能保持就是双方虽然选了都打架的阵容 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打架的阵容 越是选打架阵容容错率就越低 所以说他们打得都很谨慎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女枪式蓝切已经在手了 她身上一个蓝性能力就会更强 然后加了一速 吃了个肚层 还可以啊 现在的经济上面的话是LG 稍微要高一点 看一下 打了一套伤害之后能不能反杀 一个大招换上去 又打了一个不灭 这个桶子能不能点掉呢 第一时间没有点桶子 反身过来利用自己的不灭 又一个P技能 哇 火刀是烧掉了 船长单杀鳄鱼 而且还是拿着一个人头的鳄鱼 对 确实是现在鳄鱼 虽然说她的战斗属性还是很强 但优先几片流以前都很高 战斗属性没有以前那么猛烈 看到了小七这样的操作 我觉得我们年轻一代上单有希望 真的 全都是经过下单 结果但是给上了 但是有个侠阵可以进行一下迂回 后续的话Q7能再次咬上 回顾头来应该不是很怕的 大招是还有 峡谷先锋是放在了上 好 吃了一下 吃了一下塔 过来之后还想要继续追击一个大招 收掉蜘蛛 能练到吗 第一时间还是跑掉了吗 拉开距离 给上的减速并且护盾有个加势 可是前游郎又是后面来了个泥炭啊 哎呀 只能是死下来了 这一波 过来进 挡一下 过来进 挡一下 这个鞋 极限有益 这个位置一字形展开 对 就算垂直没有挡了 后面女枪还可以挡一手 对 这个真的是回想起当年的 一船串条的战队了 我就感觉有点欣慰 就是队友之间的爱情 队友之间的友情 哈哈哈 带起座啊你 没有没有没有 就 口误这个手 你看他上路对战情况来讲的话 好在是鳄鱼并没有压刀吧 嗯 鳄鱼慢慢的会显现出一些颓势 这一波真的非常帅 真的很帅 他是 目标很 很准吧 可以说是 而卡马这一波就是 让我们两个都没有想到 以为是必死蜘蛛 对 云坦也是敢不出来 而且云坦还在让人头 是吧 想让人头没有让掉 而这一边的话 其实 上路的对线 鳄鱼还是压了一些刀 线也能推过去 但是看这一波蜘蛛也来到上半区 随时也过来了 但是卡马在下路 那上路这个应该遇不了 一技能在纸上 然后W跟上控制 后续的话 直接亮起个大招 最后一下暴击的 我们给上 但是反正是加尔PRO给换掉了 女枪的爆发太高了 巧妮过来进行一波反打 一技能再次减速这个链子 又是给上之后 巧妮拿到了一波double kill 我的天哪 这个女枪 知道了她现在这个版本 到底有多长了吗 EVR 真的是bug 因为之前讲的就是 晋这个英雄 就是吃一个暴击一个伤害的 但对点竟然没有点过女枪 刚才那个晋手上握着子弹打不出去 对 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铜龙的话是要被LG给控掉了 我看他要不要抢 那这样的话 对于卡尔玛一个群体的护盾 加持会更大 而且这一场 看一下能不能抢到 能不能抢 这条铜龙是不能让的 让的话 因为状态很好 后面感觉对于阿卡丽的限制 会比较大 他不能经常秒人 千诀可以利用大招 过一段时间 应该是有机会的 这个时候晋也过来了 回身阿卡丽过来 再和千诀拿下这个小龙 那蜘蛛的话 应该是也能够顺势收掉 瞬间又是打回来了一波 而且还把龙给拿了 这个还是很舒服的 这边凯想要去用命 去换小龙 但是没有成功 那这样的话 下路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 对 也更好跃下了 那这个塔的话 我觉得LG 还是不说起来 有一些难度的 对于Fanplus来讲的话 这一场 下路这一波 真的是最近非常的稀奇 感觉但是有一点问题 就是他们的技能是给宠的 他们的 就是控制技能衔接 如果说能够稍微晚个零点几秒的话 那一枪让进给A出来就可以了 对 下路又是来一波 抬上来吗 这个时候大招开启 感觉又有机会来一个大招 反身想要扫一扫 但是女枪由于没有位移 还是死掉了 又是关掉了对方的千诀 我的天 女枪的方法太高了 但是阿卡丽收割能力有点小无敌啊 这一波打下来之后 LG的前期优势已经是没有了 对 而且他们的阵容 也是偏前期吧 嗯 但好在 好在那个卡玛发育还是比较正常的 他后期对于自己CV的保护还是比较高的 过来接线再次给上 过来阿卡丽还有机会吗 过来阿卡丽还有机会吗 并没有命中 狭阵过来迂回一下 破了个护盾之后 能不能再去追击 有大招应该可以啥 但是没有大招的话还是有点难 对 主要他一个Q技能是直接打到对方那个护盾上面 伤害没有打得很高 毕竟卡玛有加速嘛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女枪也不怂啊 你发现没 就是正面就是打 虽然控住了 但是在塔下的话完全不需 反身就是一个大招要扫脸 但是这个时候千诀过来 而且千诀第一时间也是被直接给暴死了 他没想到啊 其实这不有大招 他也不能放大招 如果放大招的话 已经救了 对 所以说女枪就是在搏 偏要搏自己能够秒掉对手 然后他搏到了 不得不说他的伤害真的非常高 主要是打到现在 在蓝切的一个赢能充能是非常高的 蓝切作为第一件装备的收益还是非常的不错 特别是对女枪这种 并且在9.23版本的话 赢能的一个伤害是提高了的 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峡谷是要积极的控下来 这个峡谷对于LG而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能够帮助他们这个阵容去把中路推掉 第一时间勾到千诀 千诀是有大招的 应该能放出来 没有放出来 潘腰自己选择不放 有机会 看一下 晋打完大招之后还能够往前稍微再一下吗 船长没有蓝量了 一个W帮助队友限制一下 往回利用闪现 对 致命华彩定闹对方的恶语 那么卡马还在继续追吗 这个位置RQ给上但是距离不太够 短了一寸 阿卡莉有大招的 想要再尝试一下 但是发现对手都比较集中 还是没有找机会 而这个时候的话有 有一个峡谷的LG是可以推下中塔吧 没有放 利用自己的普攻就推掉了 是的 那上塔的话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下骨了 看一下吧 现在需要将阿卡莉ZBB ZBB给换到上路去 点了一下上路的线 是的 应该是要集中推上路了 而有TP的鳄鱼是把下路的线手稍微带一下 还是选择让铝枪去吃一下这个钱 对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 还是让团长跟沃宇在下路狂战PK 对 双方经济对比情况的话 ADC是领先1000块 那基本上LG的领先就集中在ADC身上 不过真的女长好强啊 对 怎么可以这么强在这个版本 伤害太高了 它就是一个蓝切的加持 就是反打它能够1-1-2 这就很恐怖了 你只要让它能够正常稍微发育一下 不像就是早上的三大打女将 感觉就压在塔下玩 还可以拿塔的肚层 这个就过分了 是的 我们好久没有看到上路了 上路的话 全场是出了个女的方 哦 没有拉到 小龙的话还有48秒钟刷新 那双方的话应该要进行一个视野的布控 可是现在看来的话 应该是蓝色方先行占据小龙坑的一个视野 对 这一局后期还是蛮激烈的 对 这都是火龙 上路利用瑕鼓推一下 那这样的话 女将是遥遥领先啊 对 这一场他们节奏就很明显 像上路推之后 然后进行一个边线的牵扯 然后再利用一个单代人员的空缺 去控制这条火龙 还对上路有企图吗 其实对上路企图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 因为很容易被包夹 他们现在只是把边线推过去 不会再继续推 对 那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家 进行一个视野的补给 不敢补了吧 就是蓝色方因为火龙要 这个位置对 对 他们应该是推了线 直接去拿火龙了 而这个时候就转一下了吧 这个应该争不了了 这个位置应该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接团 虽然清水有大招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其实清水的一个发挥并不是特别好 有大招的情况之下不敢放 这个相当于是LOT最强势的时间点之一 对 他如果放大招的话 我要抢吗 没有抢到 但这个时候 女塔在前面一直指到鳄鱼 鳄鱼一个闪现 拉开距离 那这个时候 以一个闪现的代价 换来一条火龙 对 还是稍战一点点的 撤退就好了 但是下一波鳄鱼没有闪现的话 其实也打不了很高的伤害了 对 进场难嘛 当然 我不能就伏比LIFLAG 今天好像打得太多次了 对 主要是刚才上一局的下路那一波 对吧 秦刚颖自己去下路送了杀金 但是这一局的话 我觉得鳄鱼没有闪现 还是看方PLUS 会不会选择先手冲练 因为他们毕竟有阿卡丽这样的英雄 还是有可能有想法去突一下这个鱼枪的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突鱼枪 有卡玛卡玛的一个护盾是非常高的 对 再就是女枪现在爆发 有一个蓝切 包括无尽在手 她的一个伤害直接扫一套的话 阿卡丽没有办法进行移轨 如果说阿卡丽出现在一个女枪正面的话 她的挟阵的一个范围 可以被女枪的一个大招AOE给弥补了 对 你可以选择突 但是你是不会死 对 而且这个也是 阿卡丽被削了这么多版本对吧 对 而且这个也是现在AD的一个现状 就大不了我就不服了嘛 我就把你杀了 我自己 对 自己死掉无所谓 他这扫一套的话 其实对方除了绿坦之外 没有太好的一个前排 不过他这个是暴击流 不过有千绝 有千绝在还可以扛一手 但如果说千绝大招是像刚才之前一样 就是在对方的人群的话 他也是很敢放的 两次有大招的释放时机 但是没有选择地方 不过他这个大招 就是这个出装有点活命流的感觉 对 就是两张盘打死 不然我死 但是现在的情况而言 其实LG1是围绕着下半区在打 想要去夺取一下野区的资源 等待火龙刷新就完事 想留下 他一直能减速到直接是避掉了 艾伯的一个闪现 这很关键啊 把这个闪现避掉了之后 以LG1这个阵容的一个冲阵的情况而看的话 其实禁很危险 对 关键禁腿太短了 因为之前我一直老玩禁嘛 主要是他其中的他的一个移速身上 包括之前出现了什么三向禁啊之类的 嗯 因为他要是想平A去打输出的话 对 还是很需要闪现的 不然的话被反手一拖 他平A就没有很 就很好的输出环境了 嗯 他基本上就是没有闪现 主要还是以WQR2 为一个精准去打 现在这个火龙的这个地形使得LG1 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空间去打阵地去拉扯 我觉得是对于他们整个阵型还不错的一个点 对 还是得等进了一个无尽给做起来 对 他的伤害才可以高一点 像千诀这种就是以及阿卡利这种英雄能穿墙的 其实碰到火龙还是心里面虑有不爽的 因为本来我可以翻墙嘛 但是火龙它地形改变了之后 其实翻墙的地方少了 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 当然也不是那么大吧 就有细微的优势 是 所以说到9.23版本 一个整体的地图元素的改变 对战局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还是要利用一下 特别像龙坑这种点 就是比较开阔 LG1这种打阵地的阵容就还蛮舒服的 对 下一条就是一条火龙的龙魂了 这一战感觉不可避免 不过越打到后面 其实方Plus还是有非常大的机会去翻的 虽然现在场面上看起来 LG1优势还蛮大的 但是毕竟女枪也是在这个版本中 虽然推一 但是她也是会慢慢走下坡路的一个ADC 那像不管是船长还是阿卡丽 起来之后效果都非常的好 但是毕竟如果说对方LG1能够控制到这条火龙魂 有个百分之十的一个攻击力 包括法权的加持 那这样其实可以弥补他们后期的一个疲软 没错 所以说现在一股脑的就是蹲在龙这一边了 我想要赢 我知道怎么赢 我就是控资源 用资源打白零 我也不去冒险 我去打一个男爵 我就选择慢慢的把时间往后拖 控小龙就完事儿 对 主要是卡玛这个点对阿卡丽的限制太大了 他虽然说有个很好的可以切后排的技能 但是发挥不出来 可以保护一下 对 我们刚才也看到他的技能 可以被卡玛的护盾抵挡很多 现在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其实方Plan虽然很想找机会 但是由于这个阵容 他是没有强制性开团的 只有像女塔这种一次性的开 我觉得很堵 是吧 是的 看双方的一个辅助装 双方也都是肉装带手驴坛 也是有一个石箱轨板甲 那下一步他进场的话 其实还可以抵挡很多的伤害 对 看一下这部火龙团吧 因为想要赢的话 利用这个火龙的一个地形的一个优势 还是很有机会去突到女枪这个点的 因为女枪如果碰火龙的话 还是扣板阿卡丽啊 还是这边团长都有机会利用技能打到他 对 双方的一个碳视野技能都有吧 包括西密尺的W 然后像ZVB的一个Q技能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视野的互碳 但是 就是要等到就是打到一半火龙的时候 我直接进场 让你舍不得这个火龙 然后站出来跟我打 那你站住的话 那我的后排就有切入空间了 直接给上大招逼退对方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可以帮自己 应该逼位置 然后做视野 但是这个大招丢的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没有打掉特别多的水线 但是要拿这条火龙了 还是能拿到 要开团了 直接过来 先手拿到这条火龙 还是很关键 都跑掉了 对 红色方这个非常果断 鳄鱼是一马当心自己的蜘蛛 提供一个输出环境 惩戒掉了 还好惩戒掉了 不然的话 他们的算盘就要打下了 对 因为前面来讲的话 LG如果拿到这条火龙 对他们后期的一个伤害是弥补非常大的 对 FUN PLUS要是拿到的话 他们就又可以脱了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双方那个比赛还是比较胶着的 但现在来看的话 这LG领先一点点 可是领先并没有很大 因为FUN PLUS这边还有一手船长 作为一个后期的支撑 船长这个英雄确实 在后期的能力上面 也算在这个版本当中 几个不错的英雄吧 他甚至比青刚影还要 在后期要更强势一点 因为他那个桶 很考验他自己的操作嘛 如果炸得好的话 就是改变战局的一个能力 是的 现在对于FUN PLUS来讲 他们的一个剧本就是 正面的话 一波想握一下铝枪 然后在铝枪扫大的时候 将大招给开出来 然后侧面阿卡利在进场 去秒这个铝枪 但是现在阿卡利还好有一个秒表嘛 能够让他在团战当中多活一下 能够找到更好的一个机会去切后排 但是美中不足的一点的话 其实还是开团的一个手段的问题 是的 最近千诀这个英雄跟盲森九桶啊 皇子这种英雄 还是有一些差异性的 嗯 打保护还不错 感觉 那大龙已经刷新了 马上双方就要进行到一个 新的视野争夺回合 对 因为这段时间三分钟嘛 三分钟到二十七八分钟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可以争夺一下男爵了 因为打男爵也不是说很慢 对 你看船长其实他要出大部隐魔刀的话 对于鳄鱼的防御并没有很高 所以单单线来讲的话 鳄鱼可以稍微凶一下 对 还好就是赌来一手蜘蛛加卡尔玛的AT伤害 不然的话 全出护甲的话 鳄鱼倒是打不动 对啊 就前面BP讲的一定要补一个AP的伤害 这些野兰方不忙 我感觉其实 但是LG也不是特别想用这个男爵啊 对 他是想要那个火龙 在下一波打架的话 蜘蛛已经是苗表在手了 嗯 而这一波的话等不及了 不能等下一条火龙了 我要等下一条火龙你拿到了 那还不得逆天是吧 对 装装利用爆破 能够可以兵器 但是鳄鱼现在清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对 再过一段时间鳄鱼也不是强势期了 他现在出的装备 哇 直接扫大招 扫血量啊 那这一波是要逼退回家 然后压制你的二塔 是要打男爵了吗 嗯 应该不太敢打嘛 对方技能都是全的情况之下 应该是冰下二塔的血量 是 然后实施压制这个视野 看下二塔能不能拿 拉到之后 指上之后的大招能不能给上 后面蜘蛛是咬了 轻轻开一个大招 只有刚才讲的正面开启大招的一个作用啊 后续的话 侧面定到了一个 定到了一个鳄鱼 但是一发致命机势带走的对方蜘蛛 这个时候开启大招 镜能不能挡住 这个时候鳄鱼挡在最前面 非常的有碍 这个时候女枪也挡了一下 女枪扛了最后要伤害 可是致命滑踩又是定到了鳄鱼 那这波 阿卡利拖一下时间可以 这个时候回身还要把线稍微拖一下 其实刚才蜘蛛已经操作得很好了 但进的手速还是挺快的 在拉灯笼的一瞬间 是把技能给打出去了 嗯 这就是前面讲的 在正面的位置 拉开千里的大 这样会对她们的伤害 有个很好的限制作用 那这一波的话也是明镜做到了 所以说这一波团 她们也是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 对 这个时候女枪是没有大招的 对 没有大招威胁性比较小 来看一下这波该怎么处理啊 想要绕后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已杀人了 男爵可能是要放了 可是蜘蛛的位置还是比较远的 真面的话是一个一小打多 对 男爵放了之后是想留一下人吗 这个边位置非常的好 想要牵女枪 女枪这边的话开启进化 锁一下技能 这边船长利用自己的Q技能 稍微打一下桶 拉开距离 那这个时候LG白亏一条男爵 对啊 这个卡马的护盾太过于关键了 如果没有这个护盾的话 女枪应该是丧命名死了 刚好有四次多秒吧 可以拿一个火龙 对 方法子可以拿一条火龙 那这边LG就很伤了 因为他们虽然能提前把视野布置好 但是由于有男爵的关系 LG想要去强针这条火龙还是有难度的 现在局势是瞬间的反掌过来了 主要还是因为方法子这个阵容 但蜘蛛位置不是特别好 拉一个灯笼走开 但这个时候船长一个大招 市民怀彩留住之后看一下 千决位置非常的靠前 应该是想要保护一下 但这个女枪大招少的还是比较好的 最后一发暴击763点伤害 直接秒了蜘蛛回身阿卡丽过来 又是反正被鳄鱼定了一下 这个时候想保护一下阿卡丽 但是鳄鱼进场了能够反身消耗一套 能不能救一下 可不可以给个盾 逆时间给个盾 闪现也没有救开 女塔拉过来之后反正一一留一下 没有机会被塔打死了 下面的话打出了女枪一个复活甲 这边他记忆塔下的户外 但是女枪伤害非常高 点死了对方一个人之后 但是自己没有办法 也是被禁给终结掉了 致命华仔 没有盯到这个一丝解的ZBB 还在走钢丝 ZBB逃出生天 这一下真的是 我觉得是FUN PLUS和LGE都在秀 只有解说在挨揍 那看一下有一个人员比较多的情况下 可以成功将这一条火龙给收下 这一条是一个龙魂 那下路的话是选择先TP回家 整队一下吧 是的 看这波开的也是比较好吧 主要是这一波团场的大招丢的好 而且金的伤害打满了 是 那我们看到是两枪非常的精准 最后一发大招是带走了蜘蛛 力气伤害非常高 后面的话阿卡尼进场 看到对方的伤害也是比较爆炸的 鳄鱼想要利用这个大招保护一下自己 但是还是入敌太深啊 对 而女坦的话是被把自己拉进去了 也没办法 不过这一波的话还是LGE吃了一个 没有前排的亏吧 而且这个女伤的伤害真的好高啊 怎么可以有这么高的伤害 回身点了两枪伤害把她点死了 对 关键的是如果她刚才就是AQ 如果能够把传长后面的那个弹死 就当时是好像是千诀吧 弹死那就更美妙了 对 你看现在鳄鱼她其实是做的像黑切 包括九头蛇 她的一个坦度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不能承担起自己队伍坦克的任务 所以说在对方有个暴击的情况之下 她那个身板也是算比较脆的 她现在那个秒表已经用过了 她是很急切的想把这个撑哥给做出来 对 因为她真的没有这个撑哥太难了 太难了 其他位置的话虽然是有卡马的护盾 但是这个护盾并不是一直一劳永远 对 头过头来看到静的撑哥已经好了 而这个时候 然后女枪以及 只有女枪一个绑兵性的装备了 就水银 其他的都不是特别稳 那感觉被开到就很难受啊 而且都没有闪现 对 感觉现在局势突然又反转过来了 对 五个没有闪现的 主要还是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吧 就是不能让 HOME PLUS的这两个英雄有太多的发育时间 这发育过来了 显然一个鳄鱼一个蜘蛛 这种偏前期的英雄 还是很难在后期作战的 而且也是成功拖过来了 这边又是叮咚了 然后近开始大招 一击击枪 怎么说最后一把子弹 直接带到对方锤匙 那套给KATCHANI一个护盾之后 只能向KATKATS的位置 侧面的话 以双方形成个皇城PK 那这一波以点到为止而攻击 我感觉这个是新的全球流啊 船长的大招 然后加上这个GIN的远程伤害 可以直接秒掉对手 而且铝坦的这个大招也很远 是的 定住埃达 这边虽然说LG的加速是非常快的 那FUN PLUS也是不甘示弱 你有加速我有减速 这时候FUN PLUS的经济 已经是反超到4000的经济差了 这个阵容再加上 这个经济差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曲线来看的话 FUN PLUS很有机会 能够顺势的拿下这一局 是的主要是现在GIN也是复活甲战手吧 因为现在胜利的天平已经有所清闲嘛 并且LG它没有一个人可以威胁到后盘 因为之前也讲青龙刀的一个改动 鳄鱼没法切后盘了 对 太难受了 这个青龙刀简直是把这个鳄鱼 爸爸废了一半 只能说让CHIN的大招去扫 但是余奈就是近的一个手太长了 它一般就只要在后面放大招就可以了 但是我发现还是很多战队非常非常重视鳄鱼 因为这个版本的原因 就是要选择一个前期尝试的帮助控资源 LG能够控到三条小龙也大多数是因为就是 各个位置都选择一个比较强势的英雄 但我倒觉得现在处于一个下路节奏的一个版本 就拿到像女警或女枪 刘西安这种强势英雄 又是一个华智民华菜给定到了一技能 应该会跟上 拉到了之后反身还要打 给上几点之后触发血手 但是对方伤害非常高 有个大招也卡不出对方那个伤害 最后一下由明镜给射掉阿伦的人 后侧面的话又是一直给应到对方的人物 但是有个垂直的灯笼 可以化解一下自己的危机 反身卡马一个Q技能直接受掉了女坛 这个技能是剑锋插针 直接给弹死了 也是阻止了这个攻势吧 回过头来卡马跟船长对一下线 抗血量吧 这一波呢她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这边 女枪是绕后过来了 这个苗榜应该不太应该交啊 这样可行女枪好吗 对 那这个 很灵性 我拖一下时间帮自己队友拖了时间打大龙 那这一波他们有个双AD的情况之下 打大龙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讲道理 LG可以接受这一波 因为不一定能够争夺这一波男爵 但是他们可以控三条火龙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放PLUS拿了男爵之后可以上塔 不知道能不能够来得及回防 因为一个卡马想要防守高地还是有一些小难度的 看一下推进进度吧 鳄鱼复活了 那加上卡马的话 高地看能不能守下 确实也回复过来 回程过来准备防守 那应该是能守住 那就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LG还是很舒服的 三条火龙毕竟等会还有远古龙可以有机会拿 但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待会超级兵累积的比较多的话 LG的AOE的一个轻小兵能力 是处于一个AD型的 而超级兵是魔抗大鱼护甲的 所以他们轻线还是比较困难 有一点 因为毕竟像蜘蛛鳄鱼 垂时这种就是对轻线没有任何作用 垂时可能稍微有一点 他可以用钩把炮车拉回来一点 拉回来一点 那可以打到炮车 你还可以吧 那现在Dance20就要处于一个三线齐推的情况 我看一下船长跟阿卡丽的TP也都是在手 那这个时候的话要不要在外面打一波 那女将走位还是比较靠前的 因为帐子自己有升格甲 想要秒下随时随时丢个大招 那这个时候双招用了 之后看一下 往回收拉一下 塔玛这个水梁只能是向后撤退了 那这一波你失去做到能力 但是被留住了 后续闪现一指 留到对方的人群 随时可以大招之后 鲁鱼再次进场 扫对方人群 这一波女将大招开得非常好 后续的话怎么说 船长这个位置还在持续自己输出 进场之后 给自己也深深倒掉了 特别阿卡丽还进行个迂回 小西的位置也是只能被迫交出复活甲 爆炸果实能不能救出他的命 过来又回身打了一波 那这个又要反转了吗 哇一技能再次给到减速 船长也是倒地于一次 并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 现在 现在我就说了 我刚才我就说了 不敢立FLAG了 对 一立然后就要出问题了 这一波鳄鱼立功了好吧 对 直倒对方后排 我感觉这一波开团 其实还是有一些马撞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两个大招已经用了 并且这一波开团 其实来得太突然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进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调整他的位置 他们不是用了两个大招 他们是用了三个大招 女坛 船长 进 那这三个大招用了之后 那反身有反打机会了 这个时候又拉得太远了 他们远距离的优势 就已经被解灭掉了 并且这个位置在爆团 大家都是近战的情况之下 女枪那个作用就非常大了 而且相当于把女坛送在鳄鱼跟前 可以做一个跳板 不说还可以打一套伤害 我觉得对于鳄鱼来说爽中之爽 好在是LG这一波 通过这一波的小胜盘 是稳定了一下节奏 有机会 有机会 我现在就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是 真的 不要改变我这种想法 但LG还是有个15%的攻击力加持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鳄鱼已经把春哥给做出来了 而且女枪的春哥也还在 嗯 那现在的情况来说 船长又没有春哥了 所以说双方也都是一波的事情 马上 远古龙也要刷了 三分钟吧 女枪已经是神装在手 奔森有水银帮身的话 他后几波不是特别怕对方的控制 生成能力也还可以 因为他现在也不是特别怕被消耗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银血 加上水银的吸血 瞬间给吸回来 是的 这吸血是很恐怖的 不要小瞧这个双吸 这是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了坦度了 因为卡尔玛也有盾嘛 过来下路 铲长还是和鳄鱼在黄尘PK 鳄鱼感觉还是有点打破 对 鳄鱼 在40分钟 差不多只能承担一个前排的作用了 过来要包夹这个阿卡丽 这边怎么说 利用自己的R技能 看后来拉开一档身位 但是被减速到了鳄鱼一技能 再次跟上一种波甲的 他是有精神的 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秀 应该是要精神 稍微拖一下时间 回去之后 对 女枪开启自己W之后 追技能能力非常强 一技能再次减速 跟Yugard Heart非常难走 最后是拿到一个终结的人头 但是千奇却这边也非常灵性啊 直接是带到自己的兵线 指推对方的高地塔 这个有点声东唧唧的感觉啊 牵扯了一些时间 而且现在远古龙和男爵都没有刷 是的 把这个高地是破掉了 利用一个阿卡丽的人头 但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又会埋下一些伏笔 首先是阿卡丽闪现是用了 然后第二个伏笔是 但是这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办法 去往男爵区域去做视野 对 视野 往远古龙地区做视野 那这样的话 LG是拥有着远古龙的主动权的 但是双方的一个在龙坑处的阻战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刚刚也看到就是船长给上大招之后 静再接大招 然后包括绿坦的控制 这一套combo下来的话 对方已经是半惨不惨的了 对 因为毕竟龙坑那个位置还是很小嘛 对 没有过多的空间可以扭 所以说还是小范围类还是放普拉斯要更有优势 对 但反观来看LG 他们的控制力也是比较充足的 首先是卡尔玛在这种小军型的一个团体的护盾 然后包括女枪的大招 如果说垂时能够开启一个比较不错的大招的话 给到女枪一个输出攻坚 他们的AOE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这一把 这一波 下一波团战的话 就是要看谁的视野布置得很好 谁的阵型战得好 反正打到现在 别看有五线的差距 我感觉就是普五开的一个局势 可能LG永远火龙的一个优势 还稍微要收高一点点 对 但是女枪是有一个饥客的聚合加成的 她的伤害现在还是比较顶 很可观 这个时候要选择先控男爵 稍微埋伏一下 第一时间勾到了 勾到了女坦 勾到对方的开团点 非常的好 后面这个大招是直接封锁了女坦的逃生之路 哇 是不是要双龙会了 这个女坦死了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讯号 对 因为他们是要依靠女坦去开团的 所以这个点 倒地之后他们没有办法 会不会想换男爵呢 要去打男爵吗 放Plus这边 没有选择 但是龙魂是具有斩杀作用的这个云土龙 要换了要换了 没办法 但是换得了吗 现在打男爵好慢 第一时间赶不过来 还要打一个TP过去 想要强耗一下 直接拿了远古龙 那这边的话应该是打不了了 想要杀一下鳄鱼 鳄鱼第一时间扛了一些伤害 因为他有春歌甲 而这个时候船长应该也走不掉了 能斩杀直接斩掉 哇 这斩了之后 这一个双龙会成功被LG1给掌握在手中了 LG1又利用自己的强大的团队配合以及抓机会的能力 又把局势彻彻底底地打回来了 对 我的天哪 一波三折 这小鸡太可怜了 感觉想得到吗你这一局 想不到 上一局也想不到 其实就是 这种局势会迷惑大家的眼睛 对 谁能够站到最后一刻才是赢家 不要看中间多大的优势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情况 笑到最后 是的 李枪他最后装备是出了引血剑吗 那他一个单路能力是比较强的 局势慢慢地变化了 嗯 现在拥有远古龙的buff 然后再加上男爵buff 这一波下来可能放plus 就等吧 等阿卡丽的帽子在手的话 看能不能 就找一波机会操作一下 对 有点难 但还挺困难的 就刚才 这刚才讲的女枪是有一个引血剑在手的 并且有卡尔玛的护盾加持 并且还有骑士知识 这直接就不守了 守基地吧 守双门牙 最后一波了 如果这一波失败的话 LGE有一个成功一波了 快死了 这个时候一个大招 想要杀人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竟开启大招 但这个时候LGE稍微拉扯一下 把大招的时间躲过去 北京甚至托人了比较多的伤害 后续的话 等待兵线的到来 那还剩下一个超级兵的情况之下 千绝可以利用手长 成功是清掉这个超级兵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时间还很多 这个时候也不慌上 稍微消耗一下状态 哇 直接秒了 我的天啊 在这个时候常常能不能够起来 起来装夹准备 那特别的话 车里已经是接近神了 后续的这一波好像怎么说 人群是直接倒地了 我的阴迹的飞天大大 你把潘子还给了 哇 这个男爵加上远古龙 确实毁天灭地啊 事实证明这一局又是天前期的阵容 最后站住了脚跟 就是 最后毁天灭地的爆炸伤害 我的天我在场上见到五杀了 然后 那其实这一场比赛的话 也揭露了一些问题 就是在本次得杯的比赛当中 前期的阵容 胜率高达 现在已经是打了八场的比赛了 胜率是高达85%以上 就是谁前期厉害他就更强 但我们看这把其实没有拼前期的 已经打到四五十分钟的局 那这样只能是看 对方后面谁处理的更好 不是 我的意思是就是 谁选的前期阵容 他就可以一路滚雪球 就是在前期拿到一些小龙的资源 最后就是我们LG也是依靠 就是最终的资源获胜嘛 就是双龙会加上自己三条火龙打一团战 对 这部双龙会也是比较灵性啊 首先是去换 然后看到垂时最远距离的一个灯笼 给让拉近一个赶往大龙坑的一个时间 那这样的话 成功帮自己的队伍争取到时间 然后逼退队房 也是利用自己的高强度的暴击 然后成功一下这一条大龙 从而是您的这场比赛 所以说在这个版本当中 越来越注重了小龙的资源 倒不是 我觉得峡谷的资源 大家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情况下 我觉得都可以稍微放弃一下了 一定要把下路的整个VP的环节去做好 我觉得这个也是下路的 就是获胜之道吧 谁能够把下路的几个关键性英雄女枪 然后霞 然后像赛娜这几个英雄选到了 对 在前期的优势就会无限地滚雪球扩大 他们后期的爆发如此之强 还是依靠于前面拿到三条火龙 对 那三条火龙的姐姐家 确实给到她们的架势比较大的 包括前期讲的 她们一个伤害 其实并没有那么充足 然后那个驴毯也是给了她激喝的聚火 回到我们还来这边的话 也是看到前期的这一波锤石的绳钩 就像我们李邦英雷说的一样 硬是最远的距离给勾到了 就自己的锤石怎么 这波没有这么长是吧 这波真的是太亮亮了 那回过头来 这个女枪也是利用自己 高强度的一个对线 然后高强度的一个操作 是反上了两拳大奖 我倒记得 其实进了致命花权 应该有个1.5秒 所以我感觉她这个致命花权的控制 跟驴毯的大招给重合了 晚放一点 晚放个0.几秒的话 那让女枪少A一下 这一波就稳了 头过头来 这个也是有些冲动吧 这一波 因为在没有三个大招的情况下 还要去应接 花自己的位移去接团 确实会导致这一波团战失利中 然后后续没有很好的进场办法 再就是这波YogoHard的Gakani 她是从后面绕过去的 对面正面已经开转的情况之下 她还没有到一个正面战场 相当于在有一段时间之内是4打5 4打5 对 所以说再次进场的话 自己的队友已经损失掉了 这是最后一波 这个女枪的输出环英太好了 自己几个爸爸是扛在前面 在我们德杯 见证了武杀爽爽 对 疯狂地喊着nice武杀 我觉得确实 还是比较荣幸的一件事情 见证奇迹的时候 但是只不过说 那个武杀的含金量 就没有那么的恐怖了 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利用远古龙的buff完成的武杀 但是还是很紧的 拿到武杀坚实地利人和 没有办法 那其实回到我们比赛里面 两支战队在前期的一个博弈当中 其实都是越战越勇吧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特色给打出来了 特别是对线的一个强度 包括对于整个后期阵容的一个运营 但是奈何这个版本就是围绕 就是小龙的一个版本 特别是像火龙这个主角 他们这种的话 团队阵型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本场MVP 到底是花乐谁家呢 给到了我们的女枪15杀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吗 15-2-6的一个华丽KTV 超级豪华KTV 这个确实打出了她之前 在LPL的那种风采了 对 有那位了 有那味了 真的 因为她之前就是什么英雄厉害 老鼠 然后这一类英雄厉害 其实也是 表示了她在别的领域里面 别的英雄里面也有独特的理解 也是吃了个版本的甜头嘛 那我看到其实她们包括出装 包括后续的站位都是比较有讲究的 她们的出装确实偏向于保护 然后双膝加上撑戈这种体系 再加上她的暴击流 让她在战场上面能够持续地站着 对 我觉得还有一波比较关键 就是垂时在草丛因的一波 勾到对方的那个女毯 其实那一波的话 对方拥有女毯的情况之下 她们是可以去做一个小龙坑的争夺的 但是那一波她们失去一个开端点之后 将她们这个进攻的回合 又是往后压了很久的 所以说这样也给她们提供到了空间 所以说让女枪在之后发的这么顺畅 确实女昌她在整个游戏的体验当中 都是相当的好 而且多次反杀 这个让我整个嘴巴都惊艳了 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 也是期待一下我们今天 那个赛后采访学生到底是谁呢 然后她会给到我们怎样的回答 我们把画面交给采访系 好的 各位这位师妹 接下来到了我们赛后采访的环节 再次恭喜RGE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今天我们又请到的是切莉和帕尔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LGE的ADC切莉 大家好 我是LGE的福祖 欢迎二位 那第一个问题想问到我们的切莉 那之前有没有想到过比赛的胜利 有吧 来之前的话 我觉得我们是要拿下这一分的 那这场比赛之前 就这一场之前 你是觉得很轻松 很轻松的还是很有压力的 当然是挺有压力的 因为其实对手打得也蛮好的 而且他们之前的表现也不错 那还是扛住压力 获取了比赛的胜利 那刚刚拿到了首胜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就还不错吧 起码最近几天努力没有白费 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获得比赛的胜利 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 我们虽然拿的是前期阵容 但我们前期虽然没有打出很大的优势 但是我们中期还是不焦不燥的 还是慢慢的打 就是慢慢打嘛 慢慢打 然后最后还是挺稳的吧 把游戏胜利拿了下来 还是很有耐心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问到我们的帕尔 帕尔就是在12分钟左右的时候 卡尔玛思学逃生 当时是被叫过去的 还是觉得不能放弃他 我当时是我感觉的还有希望 我就直接过去了 那我可以夸你一下很有爱心 如果可能是我的话 可能就放弃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到二位 觉得对方打得怎么样打几分 就其实他是一名新人 就怕选手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话 他是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一场打得比一场好 就最后一把的话 可以十分满欢的话 我可以给他8分吧 嗯 那帕尔觉得呢 我感觉我可以给一击满分 好 评价都很高 好的 再次感谢二位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 传交给今天的解说席 是的 恭喜二位 是赢下了今天的比赛 也是看到圈里非常淡定了 感觉内心毫无波澜 我们好像比他还激动 因为我们赛前也就说了嘛 其实按照理论上来讲 LG1这场比赛是今天最最有机会 获胜的一场比赛 因为双方都是赛前说来自LDL的一个属性 就虽然FPX是一队 但是其实他们今天都上了FTP的选手 那这场比赛打下来之后 也看到了LG1的选手 他们有这种就不服输的一个精神 然后有这种持之以恒的这种精神 在自己的阵容 达到一个劣势期的时候 他们也说到是一个前级阵容 但是通过自己的一个不懈努力 加上团队的一个配合 还是把局面给打回来了 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灵性吧 对的 我们也是感谢双方为我们奉献的 如此精彩一场较量 那下一场比赛将由VG对上WE 而是选边权给到的VG 是选择蓝色方 是的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双方的下一场较量 我们下一场比赛见